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都是暂时的 霸王龙的皮在后也挡不住人类手里的武器 对于威力烧大的步枪来说 霸王龙的皮肤也算是吹弹可破了 它们会很快被消灭掉 因为在人的眼里它们就是移动的肉块 而且现在整个地球的环境和6500万年前完全不一样 氧气含量降低 恐龙的生存能力会大打折扣 此外 出现在高寒地球霸王龙会被冻僵 只有在温热带的原始丛林里霸王龙还有生存的希望 在逃脱人类追捕和恶劣环境因素之后 地球上可能会剩下几千只霸王龙在野外繁衍 这些霸王龙大部分会躲在密林深处 由于食物的原因 它们的体型会变小 最后说不定和马差不多大小 看完这个视频有想说的就在视频下方留言讨论 视频元素来自互联网 由头脑眼大设计剪辑制作 欣赏最新奇创业生活 请关注头脑眼大设计